这回说这么一段相声 相声是两个人表演 这回是我表演 相声 对了对了 好 我最喜爱听这个相声 爱听我们这种艺术的很多人 像您这个说相声 恐怕也要念过书吧 那是当然了 我们一般差不多都念过书 您上过几年学呀 我念过四五年书 念的是四书 四五年 四五年 太少太少 怎么意思 不够用的呀 您要比我就差远了 这么说您念过几年呢 我呀 也就甭谈几年了 反正我这学问 够用的了 够用的了 你这口气太大一点了 这怎么是口气大呀 真有这个学问呢 你有什么学问呢 有什么学问 告诉告诉你 您说说 我这学问 我这学问 也就是天文地理 无所不知 三教九流 无所不小 那真是养知天文 辅查地理 中小人和 明阴阳 懂八卦 小七门 知遁甲 未出茅庐 先定三分天下 这是你呀 诸葛亮 诸葛亮 这不是废话吗 说你 你提诸葛亮干嘛呀 我把他想起来了 替他鼓吹呀 您问我这学问呢 我说你有什么学问 我这学问反正也就是这个 走马官碑 牧师群羊 谁能走马官碑呀 我呀 这不是笑话吗 怎么了 这个走马官碑呀 在列国时候 有个苏秦苏继子 他能够走马官碑 对呀 有打列国到现在 就没了 就剩下我了 你呀 你干嘛呀 走马官碑呀 你能够走马官碑 那不假呀 想当初那苏秦苏继子 走马官碑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您 你说说 他骑着一匹快马 对 在大道边上有一桶碑 这马跑过去了 回头 他能朗诵碑文 碑文是什么字 他都能看下来 这个木笠狗多快呀 啊 我比他的木笠快呀 他还不如你 他是走马官碑呀 您呢 我这是坐汽车呀 坐汽车官碑 比他不快吗 这倒是快 您在哪看过呀 就前几天的事情 是吗 前几天我送一朋友 上车站 坐着这个小汽车 汽车官碑吗 小汽车走到西单商场 我这么一抬头一看 路旁有桶碑三丈多高 我这么一回头 汽车过去了 我就朗诵碑文 什么题 十五贯 这十五贯呢 这叫什么呀 这个 走马官碑 这叫坐汽车看广告啊 这 你 谢谢大家